日之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斯塔从楼台上眺望远方 层层叠叠的房屋 整齐的罗列在一起 与四叶草王国的景象大相径庭 虽然是夜间团长的故乡 但怎么说也不是自己的家 所以阿斯塔非常想知道该怎么回去 修女他们还等着自己呢 但龙头龙迷却叫他安心在这聊样长进 那个叫卢修斯的家伙 没有立马要行动的迹象 就安心在这住下来吧 阿斯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个人应该比自己想象中更强 他向来藏不住心事 便直白的问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将军又是什么 龙头龙迷挠挠头 不知该从何说起 支支吾吾的恩啊了半天 将军啊 大概就像你们国家里 魔法帝那样的身份吧 你呀就叫我龙好了 和魔法帝同等 魔法帝可是四叶草王国 万众敬仰的大人物呀 阿斯塔很疑惑 虽然我因为感觉不到魔力 所以无法断言 但我不觉得你有那么厉害呀 说出这话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小姑娘脸色更黑了 龙头龙迷却乐呵呵的说道 我确实没那么厉害 小姑娘上前一步 一副要吃了阿斯塔的样子 她威胁的说道 别以为我不吭声 你就能继续对龙迷大人口出妄言 你这外来之人 阿斯塔被她的气场吓得连连道歉 总觉得这个小姑娘 不是那么好惹的 而且她现在好像真的很生气 她又觉得她的眉眼 好像似从相识 一时间又说不上像谁 总之很可怕就对了 龙迷笑道 虽然你突然来到异国受惊不浅 不过就当顺便散个星好了 要不稍微去街上观光一下 龙头龙迷都这么说了 自然得去游览一遍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阿斯塔虽然换上龙迷准备的衣服 但她在街上惊奇的大呼小叫 和这里和谐典雅的气氛格格不入 这里有好多四叶草王国没有的东西 看得她眼花缭乱 忽然有人撩开一副卷轴 从里面飞出来红蓝交织的魔法鸟 鸟儿在天空盘旋 雀跃 商贩还吆喝着 瞧一瞧 看一看啊 华丽的活与水之鸟跳舞了 在四叶草王国 这种情况一见怪不怪 只是 这里可是日之国啊 原来 在日之国也有魔法吗 见阿斯塔如此惊奇 龙迷解释道 在日之国 大家可以使用卷轴来施展妖术 在四叶草王国被称为魔法的 在这里被称为妖术 你们说的魔力 在我们这儿叫妖力 阿斯塔略懂 但对他来说 扭头看到野山玉滩 可比这些奇怪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他激动的捧起野山玉 为什么这里 有哈吉村的特产野山玉啊 这无与伦比的怀念感觉啊 一见到野山玉 就让我想起我的家乡 忽然 一对姐弟从他面前走过 小孩子拉扯着姐姐的手 举着那边的野山玉滩 姐姐 买那个吧 姐姐温柔的说 好好好 那就吃野山玉 看到这一幕 阿斯塔想起小时候 和尤诺 修女 一起出门逛街 自己也总拉着修女 说要这要那 可现在的修女却对自己说 为了世界和平 请你去死 这种话 想到这儿 阿斯塔悲伤不已 村里念叨着 修女姐姐 龙咪知道他有心事 不好打搅他 忽然 龙咪叫住两姐弟 并朝他们跑去 看他这模样 姐弟俩有点吓坏了 龙咪解释 自己不是坏人 希望他们去另一边看一看 两人刚走 旁边的建筑物轰然倒塌 阿斯塔紧张大喊龙的名字 路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坏了 一群狂暴之徒 从破烂的废墟中 大摇大摆走出来 他们吆喝着 凶和党驾到 不想死的话 就把之前的玩意儿 和吃的 统统搅出来 看来 是这伙人硬生生 把这座楼拆得稀烂的 是强盗啊 听到有强盗来犯 众人四处逃难 谁都不想招惹这些混蛋 但龙咪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而是一个劲儿安慰姐弟俩 让他们快走 阿斯塔好奇 是龙把他们带去安全地方的 倒不像是偶然救下的呀 强盗首领 注意到了龙咪 骂骂咧咪的呵斥道 哼 这家伙咋回事啊 龙咪笑着回应他 倒也不必警惕我吧 就像你感觉到的 我完全没有妖力呢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我不行 可不代表别人不行啊 龙咪刚说完 小姑娘就挺身而出 站在了她的面前 而其他路人都停下了脚步 哎 那不是 龙咪嬉笑着脸 拜托你了 一花 一直摆着臭脸的一花 冷冷应了一声 遵命 强盗头子乐得哈哈大笑 还这么个瘦小的小丫头出马 真是个没用的男人啊 哈哈 那就让你好好地陪我们玩玩吧 一花黑着脸 面对几个嬉皮笑脸的地头蛇 既有如愁的劲 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休得猖狂 愚蠢之辈 只见他冷着脸 抬起了左手 光从手就能看出 他是个日常习武之人 干劲十足的肌肉 线条分明 一套招式下来 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 仅用一招 就将几人震飞 弄得卷轴刀剑满天飞 阿斯塔却觉得 他看起来 越看越像某个人了 不管是形象还是气势 但更让他吃惊的是 这个叫一花的姑娘 也太厉害了吧 刚才的招式 没有看得很明白 简直就像是气在一瞬间 膨胀了几十倍一样 而且 那不就是按摩法吗 既然被气推到墙上 就像是被焊进去了一样 一瞬间 就失去了意识 但他们的卷轴 甚至还没有完全打开 身后群众呼喊 呀吼 龙蝉欺人众之一 夜间大人 赶得漂亮 听到熟悉的称呼 阿斯塔瞬间清醒 指着一花 哆哆嗦嗦地问道 你 你 你 难道是 一花一手摁住阿斯塔的脸 冷漠地说 别随便靠近我 我爱来之人 这熟悉又陌生 怀念又新奇的感觉 阿斯塔感觉 这个玩儿对了 肯定没错了 龙头龙咪笑道 哈哈 一花 可是夜间的妹妹啊 你要是想变强 就让他们欺人众 来好好锻炼你吧 阿斯塔感觉一花身上的 压迫感与眼神 这么看 他跟夜间团长 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夜花却照常冷着脸 虽然龙咪大人很看住你 但我最讨厌 像你这样的男人了 看到这儿 谁是真男主这事儿 应该没有意义了吧 夜间这设定 不是真男主都不行啊